事情 那我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给它后面加一个后缀 就是0 没办法编辑器会识别印度 但是我加一个后缀 我就可以告诉编辑器 你帮我改成其他的类型 加什么呢 一个加上L 0L 大写小写即可都可 但这个时候我推荐大家用什么呢 推荐大家用大写 因为小写你会发现 它跟数字1挺像的 容易混 在某些输入法下面 两个就完全就是一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你加上一个大写的L 你再看它的类型就变成了弄型 弄型有时候是四字节 有时候是八字节 那么在咱们现在四字节 那么再加两个L 它就会变成Lon 我再加个L 再加个L语法过不去了 对吧 所以你只能加两个 这个时候就变成Lon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八字节了 虽然是0 但是它占入那层空间是八字节 看得很清楚 那么除了L以外 它还可以有一个叫U 0本身它是一个int 是不是 我加上U以后 它就变成I3的int 就变成了一个五符号的类型 那么UL就变成I3的Lon I3的Lon 是吧 大家看这 如果说再加个L 它就会变成I3的Lon 所以说我通过后面的小尾巴 我就可以告诉编辑 我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很方便 好 那么接着整数的事 我们就看明白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小数的事情 小数 比如说这个3.14 这个是个什么数据类型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猜一下 你说这是个float 是吧 你看看这是个啥 这是个double数据类型 所以小数默认写个3.1几 就一个小数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8个字节 那么只要是 那不是3.0 也没问题 不是0.0 咱们干脆 你会发现也是8个字节 对不对 也是8个字节 来说这个地方 我想让它是个float怎么办的 加个f 大写小写都可 加个f 好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4个字节 然后我们之前学过 这个浮点数里面 还有个long double 那个怎么办呢 加个l 这个加l 它就不是转成long类型了 而是long double 是吧 那么当然咱们这个编辑里面 对long double没有独立实现 所以你看起来 还是8个字节 但加个l 它就变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 加这些后缀 然后来改变它的类型 整个pvt 我放在这儿 你们要截图的 你们可以截 这个是整数的 这个是浮点数的 整数浮点数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长量 我们通过在名字后面 加后缀来锁定它的类型 来实现说 我们希望做到的 内存分配的事情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 长量有名的定义方式 这个长量还可以起名字 可以 这个时候要用到一个关键字 Cast 它的这个方式 跟我们变量起名字 一样的 就是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变量的方式 类型名称 变量名称 是吧 然后呢 接下来加上一个Cast Cast就会让这个变量 不能被修改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 一年有365天 然后我们求一下 一年有多少个小时 是不是乘以24 好 那么这24我们 这个地方这样写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这是一个长量 int是吧 如果说我不想要的话 我加上ll 它会变成弄弄的类型 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 我想要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是不是声明变量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加上Cast这个关键字以后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长量 虽然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你这样用 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它在长量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后面 你知道如果等于 你如果说是这个地方是乘以24 这个24你肯定后面 你不可能想办法改它 对吧 但这个地方 因为我知道变量名 我是不是可以改它 所以你改一下 你看看 你会发现 它改的时候 它是不让你修改的时候 这个是不可改的 所以会发生错误 这个错误在这儿 这是一个Cast的对象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它限定成了一个长量 它声明的方式和变量一样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24这个地方 我们甚至可以给它分配一个 差的数据类型 是吧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 它的这个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 它的这个这个优势 它就出来了 就是第一 它的类型指定上面 是不是更加的灵活 这是第一个优势 那么第二个优势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代码里面 要反复的 比如说我下面有好几个变量 我要反复的用这个东西 一二三四 是吧 我以前的代码 我都是这样写的 假如某一天 将来 因为某种原因 比如说 火星撞地球了 然后咱们一天 不是24小时了 我一天变成28小时了 那到时候 这个怎么办呢 我这个代码要改 是吧 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24 改成28 你是不是得这样改 但是如果我当时写代码 我是这样写的 那么我还需要一个一个改吗 不需要 我只需要改这个地方的28 那么所以 你的代码维护起来 它就更舒服了 那么接下来 这就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那么第三个好处是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是24 那么有的时候 你可能不小心会碰到这个地方 或者说你怎么样 就这个地方 你就把它改掉了 是吧 然后你如果用的是这个 如果你手动的想要去修 你去改它 它是改不了的 就是你把它限定成长量以后 是不能改的 改了以后它就会出错 所以你的代码的安全性上 可维护性上面 是不是也变高了 最后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能够提升 你代码的可阅读性 你比如说这个24 像我们 我们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是吧 像有的长量 你是你光用数字 你是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们假如说 要算工资 算那个个人所得税 是吧 0.18 这个0.18代表内容可多了 但是如果说你给它起一个名字 那么你在写的时候 将来即使没有注释的情况下 我看到这个长量的名字 只要这个名字起得好 所以我一直说 这个起名字 它是一个技术活 所以你把这个名字起好了 你看这个代码 你马上就知道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所以它也能够提升 我们代码的这个可阅读性 提升代码的可阅读性 我给大家举个最直观的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地方return0 是吧 return0 那么这个0代表的是成功 1代表是失败 是吧 那么一般0代表成功 1代表失败 尤其学过编程的 这个地方是挺绕的 但是如果说你看 return0 这个是不是就不太好理解 这个事 但是呢 好 那接下来我这个代码 我就可以改成什么呢 我就可以改成这个 那这样的话 即使 即使我那个将来对这个 没有说是我前面给大家铺垫的 说 一是成功 零是什么的 我看到这个就知道 这个是成功 是吧 一看成功的定义是零 反正这是不是也是提升了代码的这种可阅读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般关于这个常量的几个 基本的用法 以及内存分配 那么大家下去以后呢 把这个事情简单的理解 理解 没有不复杂 今天这个是比较简单 那么主要是这个 看汇编的这一块 你可以简单先露一下 那么后面我会逐步的带你们一点点读这个汇编 一点点读 基本上大家整个C元的课学完以后呢 你这个汇编呢 也看这个简单的这种汇编呢 也能够看得懂了 好了 那今天这一节呢 咱们就这样了 祝大家生活愉快 记得 评论啊 投评啊 投币啊 点赞啊 如此类的啊